有涛哥在 肯定少不了 标志性的王牌PK 去年咱们的前浪后浪 对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今年咱们来点不一样的 我和Oskar分别召集了 咱们安丽的哥哥团和姐姐团 一起来会一会涛哥 那在正式PK之前 我先来爆个料 咱们的哥哥姐姐团中 就有刚刚小于姐姐 提到的那几位 怎么样 期待吗 我非常期待 你们两个今天 在这个舞台上 各位一起来搞事情 好不好 好嘞 好 那我们呼叫呼叫 哥哥姐姐们请就位 有请安丽姐姐团 气质女神魅力玉姐 刘琳 笑容天使活力宝妈 陈春莹 资深美少女宝藏阿姨 陈庆芳 丽玲女神人生赢家 钟英姿 公主玲玲花王牌老妈 李淑莉 居姓女王创婉导师梁玉 有请安丽哥哥团 舞力全开 阳光行男 李凯伦 热血青年行走的荷尔蒙 张超 文艺萌书加油暖霸 文华川 灵魂艺术家 跑团创始人秦渝 跨界王子家庭守护神 萧紫诚 金剧制造者 幸福思想家王和 这个安丽哥哥姐姐们 个个都是气场十足 这样 女士优先 我们先来欢迎一下 姐姐团好不好 好嘞 安丽姐姐手牵手 锦绣花鹿一起走 宝藏姐姐们 我期待你们的表现 我们安丽的哥哥团们 也是有备而来 气势爆灯 兄弟们 Are you ready 金金展示有无敌 安丽哥哥燃到底 安丽的哥哥姐姐 都那么优秀 肯定有不少实力的故事 可以拿出来 跟大家晒一晒的 那必须有 那接下来咱们围绕这个 晒改变 晒收获 晒幸福 三个方面 两队来PK一下 好 第一轮 晒改变 姐姐队 第一轮 谁来应战秀绝技 我们准备派出的是 这位姐姐 请看大屏幕 来 您看涛哥这三个标签 会是我们的哪位姐姐呢 旋风少女 丑小鸭的一席 越努力越幸运 好像不太好猜 不太好猜 就这几个标签是同一个人吗 我先问问 当然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这三个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吗 你骗人 所以到底是哪位姐姐 我们直接站起来 让我认识一下好不好 好 涛哥好 好 涛哥好 好 没错 就是我 好 那让我们的小姐姐来 为我们展示她的绝技吧 上才艺 来 上才艺 这还有大招啊 这要干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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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肖大哥怎么样 看完了之后心里有底吗 说实话够硬核 不过你放心 我们会给你争气 好 你讲这样的话我就有底了 是你还有底了 我现在虚得一塌糊涂了 你是不知道刚才有一块木板 朝我英俊的面庞飞来的时候 我的心里有多慌 我的心里有多慌 真是没想到第一位姐姐这么硬核 对 我就差一点感受到了 我在家里感受到的待遇 刚才那个旋风少女是一个标签 然后另外还有个标签 叫做丑小鸭的逆袭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先给您看一张照片 好 这个就是以前的我 以前的你 对 是哪一个 当时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特别穷 我就选择错学 17岁就到宁波去打工了 前前后后画了很多的行业 做过收银员 工厂里上过班 最多的时候一天打五份工 机缘巧合下我学了跆拳道 做了一名跆拳道教练 我一度以为自己的人生 就将这样平平稳稳地走下去 直到2010年 我的生命中出现了一次巨大的变故 我的父亲因病离世 当时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让我不知所措 也是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认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 所以因为妈妈的健康问题 我认识了扭推来 经过调理 我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好了 然后我的弟媳 还生了两个健康 可爱的扭推来宝宝 我们一家人 身体变得越来越好 都成了扭推来的受益者 同时我发现 当我通过这种真实的分享 我竟然有了安利的收入 而且越来越多 后来呢 那一年我就辞去了 跆拳道的工作 全职开始安利 通过这个故事的介绍 我们就了解了 是因为家人的健康 后来就结识了我们的这个安利 是的 那你做了安利之后 整个自己生活 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涛哥真的是变化太大了 几年的努力 我们一家人 不仅仅身体变得更健康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我有了自己的房子 车子 而且自己也成为 专业的塑形教练 营养师 并且我通过在安利学习的 一些知识和历练 报名参加了 世界旅游小姐大赛 并且获得了季军 圆了我从小到大的模特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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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厉害 真是好美 所以现在呢 我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去经营这份事业 我和妈妈还很多次 被公司邀请去海外旅游 现在我妈没事 就会拿着我们旅行的照片 到处跟亲朋好友炫耀 所以能够让妈妈开心 也是我最快乐的事 我相信如果我爸爸看到这一切 也应该能够放心了 会吧 你现在的状态其实很让人羡慕 就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经营事业 是 我相信这是很多创业者最向往的一种方式 对 你现在整个的一个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现在呢 我主要做一些 线上和线下的社群活动 比如像一些健康知识分享呀 运动塑形打卡啊等等 而且呢 我还做了直播 把健康和美丽带给更多的朋友 我看到他们一个个变得健康美丽了 阳光自信了 身材越来越好了 而且还学会了讲课主持 跟我一起去传播健康知识 我真的觉得 能够给他人带来积极的影响 对我来说是莫大的礼物 用这种利他的心换来的 我相信一定也是别人对你的一份珍惜 是的 是吧 对 刘琳的故事真的是让我们看到 越努力越幸运 努力是前提 精彩和蜕变 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 真的是太棒了 嗯 太棒了 太棒了 但是这第一个姐姐 都这么厉害了 我们派谁好呢 纠结了吧 纠结了 压力大了吧 优点了 那这样吧 我把选择权还是交给刘琳 我这里有关于三个哥哥的标签 让刘琳自己选一个 好 那我选 那我选 捡第一个 捡第一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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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您先说说您这扭催来嘴和这个 萨克斯是怎么个意思 有关系 有关系 那先让我们看看呗 好 也是带着绝号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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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快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大家好 我叫文华川 我就开门见山 先晒晒我的改变吧 先看改变 来 来 妈呀 有点胖 这个是您的 是我 不带蒙人的 涛哥是我 是您的 这怎么回事 这是去整容了吗 之前怎么回事 涛哥 我以前的生活习惯特别不好 曾经胖到过两百多斤 现在我瘦下来了 看看我这体型 涛哥 现在非常标准 您这个变化太大了 但是我还有一点很好奇 嘴就嘴呗 扭催来嘴是个啥吗 涛哥 去扭催来呗 那不大家都去扭催来嘴吗 涛哥 我跟你讲啊 这些年通过扭催来的条例 我减了六十多斤 你看我瘦了吧 但是我觉得我比年轻那会更加有劲了 我一天可以连续吹九个小时的萨克斯罐 哎呦 哇塞 所以就被伙伴和萨友们吸称为扭催来嘴 扭催来嘴 对 一天吹九个小时 真能吹啊 真能吹啊 要说安利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 我觉得就是安利的文化了 学会以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别人 更加积极上进乐观了 而且这个呢 对我儿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呢 经常就是最晚从那个图书馆里出来的 别人就会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呢 他呢就说 我爸爸妈妈他们虽然退休了 他们依然在为这个家的未来在努力在奋斗 他说我也应该跟他们一起去努力 我们都要积极 我们都要阳光 我们都要向上 我们都要充满对于生活美好的渴望 谢谢您 再次谢谢文大哥 谢谢文大哥 谢谢文大哥 这两边我觉得是不相上下的 你看这边琉璃 这边文大哥 都刷新了我对于安利创客的认知 但是我这个好奇心吧 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们都是谁 什么胖子的公敌 灌篮高手 还有那个彭于晏 什么的同意 没问题 超哥 我们都会一一满足你的好奇心 那接下来我就让热写青年张超来 小伙子伸手很活泛呀 这就是灌篮高手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好不好 大家好 我叫张超 我从小就矮小 导物 您看照片 您看我过去照片 这是我在场上 其实从来都不失落的 大学之后呢 那我们西兰之队 除了我以外 都是那些高大的北方汉子 我是队长 但是毕竟身体单薄 对吧 所以其实我是经常被大课碾压的 其实从高中开始就伤命不断 我大概20岁不到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有严重的腰肌劳损了 其实打完球第二天 基本上腰直不起来 就废了一天 有时候真的打不了了 但我还是会去场边 看别人打球 过过眼影 我接触爱慮环境之后呢 我在一堂营养课上 学到呢 机体的损伤 通过足够营养的干预 我们是可以修复的 所以我差不多用了两年的时间 通过营养补充 通过这种康复训练 所以现在腰几乎很少疼了 而且您看我现在这块头 对 起块了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球场上其实有时候遇到这个大块头啊 我也能去顶一顶抗一抗 我们又能够在篮球场上吃上了 对 这种涅槃虫生的感觉超爽 我在三年前的时候呢 我组建了自己的篮球队 我希望未来可以和我的孩子 和我的孙子 在我自己的球馆斗牛 所以张超的故事告诉我们 你只有身体变得健康了 你的人生才能够拥有一个又一个梦 等待自己通过努力去实现 是吧 我们再次掌声谢谢张超 谢谢 太棒了 灵魂艺术家是谁 来 在我这个搞艺术的面前 有人自称灵魂艺术家 你好 灵魂艺术家是个什么概念啊 就是随手一来 都是艺术品是这样的 刀哥你过这样了 其实没那么好的事 每一个就是创作艺术者 都希望自己有好的东西 好的作品 但这个是要时间和灵感的结合 我们将用酒来寻找那灵感 要找灵感找感觉的时候 这酒杯它就自然而然又端起来了 对 是不是 对 那您现在呢还喝吗 不喝了 就打死也不喝 打不死更不喝 这个就 我一个朋友吧 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得了肝癌去世了 后来我听到这消息以后呢 很多人觉得就是死亡离我特别近 嗯 突然我意识到 真的是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参加了公司的塑形教育班以后啊 就开始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 每天早上呢就是吃一样早餐 一样早餐 然后晚餐呢换成了我们的塑形晚餐 同时呢我每天跑步 我就后来跑了跑跑马拉松去了 三年时间我跑了五次 就去年夏天我组了我自己的那个跑团 就领着我的一群伙伴就运动加营养 我觉得现在的安利的那个创业方式 我特别喜欢 可以把兴趣经营成一种视野 我也越来越喜欢了 因为我拥有了六怪腹肌 你这属于哪壶不开皮哪壶啊 我不信你有腹肌 我就不服了我就还 我觉得还真没有 我觉得还真没有 这太厉害了 很羡慕 谢谢您带给我们的分享 谢谢您 谢谢 太棒了 谢谢 你看啊各位啊 咱们第一轮与其说是两队之间的PK 我倒觉得不如说是让我们看到了哥哥姐姐们 对于生活的一种热爱 对而这涛哥也就是我们安利事业的 魅力就在于我们可以把热爱变成一种事业 或者是在事业当中找到心中所爱 那涛哥咱们精彩继续 可以啊 咱们马上开始第二轮PK吧 来啊 来 看这儿 数字 咱先看看第一个数字吧 减重三十斤 三十斤啊 减重三十斤 是的 三大包大米啊那是 三十斤 来吧 这舞蹈灵活的程度 这舞蹈灵活的程度 让我严重怀疑那个什么瘦了三十斤那个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来 我们先看照片 是你吗 是你吗 是我 是我 是不是像油腻大叔一样 哎呦 何止是油腻大叔啊 这是哪一年的你了 四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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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体重呢从140斤 直线飙升到170多斤 那以前瘦的时候呢 我站在舞台上跳舞 别人会说 哇 这个人跳得好帅啊 那当我胖了以后呢 我同样站在舞台上 做着一样的动作 别人会说 这个胖子好灵活 这有点扎心了 对 扎心了 扎心了 我就想 舞可以不跳 但是尊严绝不能丢 所以呢我决定 从那一刻开始 下决心 减肥改变 嗯 刚开始呢 我的减肥方式 是结实 忍住嘴 啊 结果坚持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整个人是 快要饿昏过去了 那可不吧 那你坚持一周都当然了 一上秤了 发现脂肪没减 肌肉倒流逝了不少 啊 掉肌肉了 对 掉肌肉 那当时呢我就觉得 哇 减肥真的好难啊 可不嘛 嗯 对 正当我沮丧的时候呢 那我太太告诉我说 安利公司有一个健康塑形的训练营 哇 据说可以边吃边瘦 哇 听着就很爽啊 边吃边瘦 那我就报名参加了 营养享素训练营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结果就瘦了三十斤的脂肪 是很多人梦想中的减肥方法 帅小伙又回来了 哈哈哈哈 这少年还是那个少年的感觉 对不对 但整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 在这个过程中呢 让我收获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首先是四个证书 其中有三个是健康塑形相关的证书 那还有一个呢是全球认证的 Party潜水证书 除了证书呢 我还收获了一群和我一样 变得越来越好的朋友 其实我发现啊 涛哥 减重呢不是人生的全部 而是我们每个人通往美好的第一步 谢谢大家 很棒的分享 你看他不光自己受伸成功了 而且还总结了很多的经验 可以去帮助到更多的伙伴 你的故事告诉大家 科学减重不仅对身体好 而且没准还能收获一份 非常非常棒的事业 对不对 对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大哥 谢谢 涛哥 咱们继续往下 咱们再看看第二个数字 三十六 这又是什么呢 怀胎三十六个月 怀胎三十六个月 这怀了个哪儿 这是怀了三十六个月 海儿在此 海儿在此 可以啊 赶快认识这位神奇的妈妈吧 好 你好 你好 涛哥好 大家好 我是陈春莹 我要澄清一下 其实我也是怀胎十个月的 只不过是因为我 产后留下了一个假孕度 用了三年的时间 才把它生下来 这么回事啊 终于明白了啊 其实很多这个新手妈妈呀 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身材上的一些顾虑 对 然后你呢 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非常好的 完美地给它化解了 你也是宝妈 对不对 西娅也是宝妈 除了身材焦虑之外 一般宝妈还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焦虑 涛哥这个你可问对人了 因为我不仅自己是宝妈 其实我也服务了很多宝妈的顾客 那他们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焦虑 很多宝妈心里会觉得很委屈 会觉得如果抱起孩子 我就没有办法工作 可是放下工作呢 我又养不起孩子 确实啊 这个现象其实现在蛮普遍的 是的 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 我 涛哥还真没有 没有啊 你是没有的 对 因为我孩子半岁以前 虽然我都没有外出跑业务 可是我的收入 却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 你怎么就能收入不受到影响呢 因为在我生孩子之前啊 我已经培养了很多忠实的 安利的客户群体了 我的业务增长是很稳定的 在我宝宝一周岁的时候 安利公司呢 还因为我的业务出色 给了我发了年终奖 我就用来给自己买了一辆车 哇 太小早了吧 太让人羡慕了 简直就是每个妈妈在终极梦想 是的 是吧 你有了孩子之后 自己的生活发生什么变化了吗 当然是更幸福了 哦 涛哥不瞒您说 其实我是一个单亲妈妈 嗯 我会非常的担心说 她会不会有心理不平衡的这种现象 所以我就要用更多的时间和爱去陪伴她 跟她一起长大 好在安利她给了我足够的自由 让我能够选择灵活的工作 所以我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的宝宝 我们也来问问春雨 就是这张照片是在什么地方拍的 这照片是我儿子在幼儿园典礼的时候拍的 当时呢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ending pose 我是半躺下的 然后她拖住了我 就是演出结束的时候呢 她就和我说 她说 妈妈我也是男子汉的 以后我就可以保护你了 很暖心的 非常暖心 对 那一刻 我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真的给我感动坏了 我们掌声CV的春雨 这一波晒收获呀 我真的感觉到又甜蜜 又温暖 还有一点是最让人羡慕的 一点不耽误赚钱 你知道吧 自动化解这种焦虑了 棒不棒 棒 谢谢 给你点赞 给你点赞 谢谢 怎么样看到没有 春雨晒的收获 已经把大家都感染了 对 咱们这边怕不怕 涛哥要说怕我们还真不怕 我们这也是有料的 我告诉你啊 接下来咱们这个数字258 那就是一个哥哥相关的 是吗 我们先请春雨回去休息 我们来看看258是什么 谢谢 258 来 你猜一下258代表着什么 258 缺一张2万 缺一张5条 缺一个8筒 2万5条 一个8筒 吃得一塌糊涛 涛哥我就知道现在还有不到 258呢是指的是亲密小群 258个 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跨界男神 萧平大哥 喂喂喂 您好 您好 我给您介绍一下 我们萧大哥可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 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 目前呢在国家级的大媒体担任着音乐策划和编导的工作 涛哥憋紧着 四色法抖四色法抖 咱们也还是算是同行 同行 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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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您好 问问您 从山里这么多年了 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呀太多了 上个月啊我正好在三亚 三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检机构 我就去检查一下身体 我就想检查一下 咱这健康管理做了这么多年 到底什么成果 结果那医生啊拿着个报告去找我 他说看这报告 不看报告啊 真不敢相信 你今年是一个五十岁的人啊 真能吹啊 真能吹啊 涛哥下来给你看身份证 今年整五十岁 五十了 对 但是你的身体啊 那医生说就是一个三十五岁人的 哇 这一下给了我很大信心啊 对 所以 这大夫就问我说 你干什么的 我说我也是做健康管理的 那大夫说你怎么管啊 我说我讲健康课 大夫马上说加微信 你这状态就把他人影响了 对 所以三天两头说 你有什么课给我听听 我就一天一天给他发课程 你说懂得大健康 咱们是不是还交到好朋友了 交到了好朋友 对 但是我要绕回那个关键点啊 二五八 这我还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听懂 什么叫258个人亲密小群 是啥意思 258个群啊 就是我们想传播这些知识 所以我们就组建了258个 以家庭为单位的学习小群 我们把这些产品后面的知识 给他传播出去 随着这些群里呢 大家不断地学习 我们就链接了千家万户 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家庭呢 去学习这些健康管理知识 我觉得每个家庭 如果都有一个懂营养健康的人 更多的人能通过营养健康呢 进行自我调理 我们是不是给医栓 给医院少找麻烦啊 确实啊 我们为肖大哥这份责任点点赞 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 无愿地走上大健康之路 好不好 好 谢谢 再次感谢肖大哥 来 谢谢您的分享 谢谢 谢谢肖大哥 那好 涛哥 我们就赶快揭晓 最后一个选拟数字怎么样 来 看大屏幕 什么十一 全加十一 这是两个超时 涛哥 你每次都把节奏带偏 这个全加十一的意思 给您揭晓一下 是全加十一口 三代人都在从事着我们的安利事业 全加十一口三代人都在经营 对 那不就变成家族产业了吗 这个事 对 是不是 这回 涛哥您终于说对了 他们一家被称为安利事家 而李淑丽就是一家之主 让我们欢迎李怡 欢迎 欢迎李怡 来 你好 李怡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吉利省公众领事的李淑丽 李怡这气息还挺足 李怡刚才通过那个全加十一 我们听说您现在是带着全加十一口人 对 一起在做安利 对 那是什么 就是吸引你们全家人 一味又一味地 一起进入这个安利大家庭呢 就因为一个老人的改变 在四十年前吧 我是从事 歌舞餐厅的人 你饭店这个东西 到吃饭不吃饭 到睡觉不睡觉 十年以后 这个人变成了一个 什么人呢 就是 骂老公把儿子带上 骂儿子把老公带上 全家无一幸免 对 全家是闹闹超超一个人家 其实当时呢 我们家是不缺钱的 但是我的人已经不行了 在做饭店十多年的时候 我的心脏 我的胃病 其实九九年就是给我介绍纽约来 我是不信的 我最好的一些朋友就说 说老李你咋就不信呢 你吃几款又能咋 你又不差钱 我说好啊 你要说我就信了 我接触了四款产品 我用半年的时间 让我的身体逐渐地再再好 我就爱上了产品 但是爱上产品的时候 我就想去听一样课嘛 我就去听课 听了一段时间就 办了是不是做我也不太知道 是不是啥 一晃就一年多 我倒退了二十年呢 我从事这个行业二十年 我倒退了二十年 现在你能看出我七十岁吗 看出我七十岁吗 您七十 那对啊 七十 对啊 七十 你还要问几遍 他逃回 真看不出来 我不知道今天大家能看出啥 所有做这个行业的人 都不符合她的年龄 你就知道这个行业的未来如何 我的女儿十九岁就已经接替了我的饭店 但是她做十六七年的时候 她已经从一百斤的孩子胖到了一百五六十斤 来到看一下她的影片 这是我女儿第一天来 我给她留下的 这张是偷的照的 这张是我今日给她照的 来看看她现在半年的时间 你看看她现在的行 这个是前两天上伞亚她照的 中间这个是我女儿 哇塞 看到形象的改变了 明显变好了 对 由于她的改变 她的很多朋友来 接受纽隋来 还有我的孙女儿 她是电视台的记者 由于她老公的改变 她也全职来从事案例 我的家人 现在全职都跟我来从事案例 其实包括我们家十一号人 都有健身房卡 都在健身 动作比我还标准 真的 跑步机上还带风 对 我跑步机上 不行了 就这样 您看 现在您和您的家人 都收获了健康 收获了成长 还收获了幸福了 您可以享清福了其实 就家里待着 然后就 对 老有钱了 没事了 孩子呀 真错了 太错了 你可能因为 马之后太太七十了 回家吧 错了 我因为我还年轻 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孩子们 未来中国市场需要你们 需要我老人呼唤你们 未来中国老百姓也 需要健康 懂健康 懂生活 我相信 未来我这个老人 一定是一个 女行人 谢谢我们再次 谢谢李懿跟我们的分享 没想到一个个平凡的数字背后 真的有那么多的故事 然后又让我们看到了哥哥姐姐们 因为安丽而收获的美好 收获的这个幸福 是的 与安丽结缘收获幸福的人生 陶哥您再看这 大屏幕上这一张照片是记录哥哥姐姐们日常生活的 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幸福感 可不吗 现在是晒幸福环节 是的 到晒幸福环节了 对 我看看 这 这俩人很眼熟 又有哥哥组的又有姐姐组的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郭七七玩花样对不对 对 对 晒晶净什么 节日映赫一下 对 花式PK嘛这属于 那不如让他们一起共同上台 来 来 有请二位 二位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良玉 年龄就先不介绍了 公零四十年 前二十年呢 是就业 后二十年创业 我叫王河 曾经是一名高级记者 同时是两所大学的 科卓教授 我 2004年成为全职安利人 豪哥 必须给您再介绍一下 王教授和玉姐 可是咱们安利 有名的神仙俊旅 这个确实 两位的气质都非常棒 但是我很好奇 王教授 因为您夫人刚才说 年龄不方便说 您方便说吧 今年 72岁 看不出来 对 完全看不出来 72了 对 没错 72 这腹部的坠肉比我都少呢 你要给我底肌肉 可是你差得远 我估计得输 我输得很惨 而且 但是看看我的视频就知道 我的生活呢 非常的充实 现在还在继续各自新技能 还在继续操练 健身 书法 摄影 还有舞蹈 你这太丰富多彩了吧 刚才说到了二位是神仙眷侣 咱们今天又特别巧了 刚好是七夕 你看二位之间就相处的多么的和谐 对 二位有什么彼此之间相处的秘诀 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吗 有一次呢 我就听她跟别人闲话中说了她的想法 她说当年呢 以为找了一个只会花钱的老婆 所以呢 她得好好努力去赚钱 没想到呢 在安利里边 会花钱的老婆 也学会了做事业 学会了赚钱 我自己呢 有一个观点啊 就是幸福呢 不能够等何靠 我们一定不能要求对方如何如何 一定要关注自身的成长 当我们自己成长了 就有了彼此守候和彼此成就的基础 是吧 你觉得还是好让人羡慕的一种 这种夫妻之间的相处 这个我感觉到最重要的一点的夫妻之道 就是我们始终保有共同的成长空间 这个很重要 好像你还没这么听懂 这我懂 也不能啥都不懂不是吗 在这个安利这个事业框架中 我们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 既可以做主持人 又可以一起努力做 第一个 对 安利环境当中 很多都是这样夫妻一起 共同经营份美好的事业 共同成长 我认为事业和家庭最好的样子呢 就像一首诗叫《志向树》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缘的灵霄花 借你的高知炫耀自己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 和你站在一起 跟相卧在地下 夜相处在云里 太浪漫了 是啊 教授就默默就拉起了小手 太浪漫了 这狗粮傻的呀 涛哥 借这个机会呢 还想跟你分享几个照片 这些照片呢 都是我们随着安利公司的邀请 走过很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起去交流心得感受 那最让我欣慰的是 我的父母和我们一同出游 都是80多岁近90岁了 跟我们呢一起走遍了千山万水 我们对母亲和父亲的孝顺 不仅仅给他经济上的支援 而是呢让他们身体健康 和心灵富足 这就是我们话说的 那个别人家的生活 对呀 涂啥呢 对不对 对呀 不干了 走 我们去过别人家的生活 二位太棒了 而且最厉害的是 到目前为止 时刻保持一个年轻的生活状态 非常让人羡慕 这波晒幸福 是不是该给满分 对 一定要打满分 谢谢 谢谢二位的精彩分享 谢谢太让人羡慕了 谢谢 谢谢 太让人羡慕了 咱们赶快再来看看这些照片上 这些漂亮的小姐姐们都是谁呢 哎呦 中间这张照片呢 她可是我们安丽有名的洞灵小仙女们 她们是钟英姿小姐姐的闺蜜们 下面我们就请出她来 为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 涛哥 哎 我们最喜欢漂亮小姐姐来 英姿你好啊 英姿 涛哥你好 英姿你好 英姿和闺蜜这照片一看啊 每个人都非常的自信 对不对 上面描述的状态就是大家说的 动灵的状态 谢谢 很扬眼 很扬眼 方便透露年龄吗 其实年龄是我们的骄傲 一定要透露一下的 透露一下来 今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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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岁 什么 人家还小呢 其实我的闺蜜们 她们有的年龄比我还大 但是我们经常说 我们谁也不要跟谁比 你的味道有你的味道的美 我有我自己的美 这样的话 大家这种状态又特别好 活出自己的感觉 是不是啊 那再问问英姿啊 你和你的闺蜜团在一起的时候 平时你们都干点什么呢 那我们做的事情可多了 听听看 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事业的伙伴 我们更是生活当中的真心好友 我们平常见面的时候啊 会一起包场去看凌晨电影 一起去开车 去阳城湖吃一整桌的大闸蟹 那除了这个见面的时候 哪怕平常见不到啊 也会彼此挂念 这种互相温暖的感觉 让我们感觉到 做事业的同时 能和闺蜜一起这样子生活 特别的轻松 听起来非常的美好 谢谢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 你看你们要么出去玩了 要么吃大闸蟹去了 没发现你们有时间在赚钱呢 没钱 怎么吃 怎么喝 怎么玩 怎么买衣服啊 告诉我 说的对 让我学一学 好 涛哥 那我就给你晒一张 我平常每天的工作日程表 好吗 看一看 好 来我们看一下 早上睡到自然醒 什么 然后营养早餐 亲子时光 健身运动 营养午餐 是 你除了吃就是睡 完了就是玩啊 我感觉我挺辛苦的 你这叫工作日程表啊 你这是拉仇恨日程表啊 是吧 看胃牙切齿的样子啊 这有点太反而在了 你这什么时候在工作啊 其实说实话 涛哥啊 我现在觉得我也很难分清楚 哪些是工作 哪些是生活了 对我来说啊 早上起来吃营养早餐 然后呢 炒早餐了 陪孩子玩一会儿 读会儿书 去健身 养点花花 我家里有三百多盆多肉哦 三百多盆多肉 对 然后好好护肤 和闺蜜们一起聊天 生活 这就是我的日常 我想这也算是 我的工作一部分吧 因为我会把它们 发在我的朋友圈 然后很多人都喜欢点赞 然后看到我是怎么 去生活那么好的 莫名其妙就这样做好 做起来了 这就是我的工作了 气不气人 就说气不气人 太气人了 听不下去 涛哥 您来猜猜 猜猜他收入有多少 我这样 我给你稍微拖个底 怎么说 那个数字七 七 嗯 严肃七千肯定少了一点 是不是 七千那不行 七万正常上班有可能 但是既然你放到台上来 让我猜 应该不至于 是吧 怎么着得往上再走点 嗯 七十万也 也有点狠了已经 狠吗 主要你也没干正事 在我看来 刚才来日常表 我们就是这样子工作的 我觉得七十万 七十万到顶了 好 看是不是呢 答案是年收入七位数 七位数 百万 我的个妈呀 就这样的日常表 收入七位数 嗯 导演现场能打人吗 哈哈哈哈 好怕怕 好生气啊 好生气啊 加入我们吧 啊 说实话啊 除了我之外呢 我的伙伴都有超过我的 还有超过你的 还有超过你的 不是一个人成功而已的 哦 你这个让我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就是我传统理解意义上的 这个工作 嗯 和她的这个状态 完全不是一回事 你知道吧 嗯 还行 怎么做的呢 那现在是很轻松 也很有收获 不过以前的我 可不是这样子的 以前我们总是会出去找人啊 然后去求人啊 会产生一些业绩 但是感觉都是求来了 很辛苦 也没有办法保持住的感觉 那后来正好我有了宝宝 在家里面的时间会比较长 就想换一种工作方式 就换成了线上运作了 所以我们建立了 大概有各种话题 两百多个线上社群 哦 都有些什么群呢 嗯 我们有健康孩子宝妈群啊 这个我进不去 可以带你老婆进来 瘦身逆龄啊 还有改变皮肤群啊 这个我也行 看到大家和我一起 改变了那么多 那种满足感 其实不是说收入啊 金钱这种成就可以来衡量 我的快乐的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 我在学生的时候 是班级里的四大丑女之一 四大丑女 对 当时自信两个字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啊 即使工作之后 也没有得到过什么赞美 那进入到安利的环境中之后呢 真的变化很大 原因是因为我的老师 他对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 不要把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 而要自己去创造 如果你都不爱自己 凭什么要求别人来爱你呢 这段话真的影响了我一生 于是呢 这两年做的最多的就是 玩命地爱自己 不光是用说的 也不光只是拍照 发朋友圈而已 也在默默地做那些 用心善待自己的事情 哎 你的这个经历啊 告诉所有的女生啊 不管在什么样的年龄状态 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你让自己不断地去增值 是的 一切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 所以无论你在哪个年龄段 那一刻的你永远都是一个少女 是的 归来一蓝是少女 谢谢你的分享啊 谢谢谢谢 那涛哥最后要给您介绍的这位 可是我们安利 名副其实的宝藏阿姨 陈阿姨有请 有请阿姨 欢迎陈阿姨 阿姨你好 陈阿姨好 阿姨今年 方林几何 我是 标准的 八 八年后 那我们同年 又来一个八年后 方林 八十六 八十六 八十六了 今年八十六 那您是哪年加入的安利 我加入安利的时候 安利正好进入中国 加入的时候是六十岁 二十六年前 刚才你也很感慨 是六十岁才加入的安利 对啊 六十岁的时候怎么还会想 人家都家里抱抱孙子 这事就过去了 是吧 对 挺好的 您还加入安利 怎么想的呀当时 对 我十四岁就当唯一 在军女生活几十年 然后呢 跟着文工团 走南创北 而且在中南海 接受过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我这肃然起敬啊 这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那我离休以后呢 我就很不甘心 还有一颗好奇心 然后呢 就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听说安妮可以免费出国旅游 而且呢 不受年龄的限制 这样 对了对了 所以呢 我就经过五年的努力 被安妮公司邀请我 到澳大利亚 悉尼旅游 好棒 后来还去了什么地方呢 去了新加坡 马来西亚 香港 台湾 澳门 最近呢 最近去了提拜 我告诉你 我去提拜 真是不容易 因为我已经85岁 要五个保险公司批准 所以 五个保险公司 然后我就去 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 然后医生跟我说 他说阿姨啊 你的那个检查报告 比前面那个 四十多岁的 小伙子的报告 还要棒 还要好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检查的报告 交给了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五个 一直同意我去提拜 然后呢 我就坐了十个小时的飞机 到了提拜 哇 他跟你信不信 我除了走一万步 我还做其他的运动 我做一个下腰的 我再给你看一看 好不好 下腰 看这个 你看 涛哥敢不敢接受挑战 是锻炼一个人腰的柔软度 然后呢 这个头哦 要靠到腿 这个腿不许弯哦 涛哥你呢 你看 你在后面看 我的头是不是靠到我的脚啊 完了你要做哦 啥 你要做哦 你要好好学哦 好 我在这里 涛哥来PK一下 来来来 好 哎 哎 哦 哇 哇塞 哇 哇塞 哇 哇 哇 还有还有 哎呦喂 涛哥已经惊呆了 看到我的头已经僵了 已经僵了 有没有靠到脚啊 我看到了 看到了 那你来一个 来来来 咱们让涛哥来一个 在我的记忆当中啊 不瞒各位 五岁以后 我就没有做到过这样的动作 啊 你试一下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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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记忆当中啊 好棒哦 再来一点 再来一点 好好好 鼓掌 给你鼓掌 给你鼓掌 鼓掌 好棒啊 涛哥好棒 好 来 后期老师来到我这儿来领鸡腿一会儿啊 我给你那个 帮我披一下好不好 太厉害了对不对 这也难为涛哥了 涛哥厉害 不行不行 这做不了 完全下不去完全下不去 我跟你讲这个腰的柔软度 对健康特别好 是吗 当然我不是一下做的 练了很久 练很久 对 那我确实真不行 所以我不只是走一万步 我平时还会练很多的运动 我完败 生命在意运动 营养加运动 涛哥你也做得到 不努力 你说陈阿姨您还有新目标呢 我有新的目标 我新的目标接下来呢 挑战高级经理 带更多的朋友 更多的伙伴出国旅游 真的要向陈阿姨学习 您也80后 我也80后 是吧 我回家唯一的目标躺平 但是陈阿姨你看 还在不停地努力 不停地追求生活 新的幸福 向您学习 向阿姨学习 还要把幸福带给更多的人 我觉得安丽这个环境 深深地吸引我 带给我健康 带给我美丽 首先我自己改变 改变了以后呢 然后去影响别人 我一直当兵到现在 自立自强 不依不靠 不等 完全是一个很 经济独立 思想独立 生活独立 我觉得一个人 要手心向下 做一个给得起的人 要发光发热 还要去帮助很多的人成功 这是我的梦想 那我呢 会更希望在大健康的产业行业里 继续做贡献 把健康的理念 把健康的知识 带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健康美丽 开心快乐 好 最后 送给大家 送给涛哥 送给我自己 一句话 奋斗的人生 是最精彩的人生 谢谢涛哥 也谢谢陈阿姨 谢谢陈阿姨 谢谢陈阿姨 陈阿姨也告诉了我们 无论你在什么年龄 奋斗的人生 永远都是最年轻 最精彩的人生 是 是吧 再次谢谢陈阿姨 向您致敬 向您学习 谢谢 那涛哥看完了 我们三轮的PK 您有什么感想 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真的很想邀请哥哥姐姐们 再次来到舞台的中央 好不好 来 各位 我们邀请哥哥团 来姐姐团一起 因为每次来到咱们这儿 其实一开始 都特别想看大家来个PK 看看谁高谁低 谁输谁赢 但是通过整场的比拼之后 每次我都觉得 大家的精彩生活 当中都透露着自己的努力 每一个人都是现在最好的自己 每个人都在闪闪发光 真的美好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各位 但是大家都有一个相同的属性 那就是在安利的平台上 每个人都绽放出自己的精彩 说的太好了 其实台上的这些哥哥姐姐们 只是安利创客们的一部分 我们看到了创客们健康 自信的一个状态 和安利创业者们 美好的一个生活方式是 没错三轮PK有笑点也有泪点 还有满满的正能量 今天看到安利的伙伴 就和刚才我们小玉姐姐说的一样 他们有的收获了健康美丽自信 有的实现了创业梦想 有的人一路传递健康 像连衣一样扩散出去 共同收获全方位的幸福 我相信安利的哥哥们姐姐们 在大健康时代会更加大方一彩 让我们一起喊出口号好不好 好 哥哥姐姐 请就位